那为什么我建议所有的澳洲企业都去做email marketing呢 有些企业主说我已经做了很多social media 我到处打广告为什么还要做email marketing 现在还有人真正去看邮件吗 首先人们是看邮件的 那特别是在澳洲看邮件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有些机构去调查那91%的消费者都是通过邮件 那如果你是做B2B的企业 相信这个比例会更高 而且企业之间的沟通往往都是通过邮件的 第二也就是最重要的 email marketing帮助你跟客人建立真正的互动和双向沟通 了解客户的行为和使用习惯 并且得到及时的反馈 所有的搜索迷恋基本都是单向的 也就是说你发文发帖 然后你就等着吧 等着其他的粉丝来跟你联系 或者给你点赞评论都是可以 但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 但是至于什么人看了 什么人没有看了 看了多少次 这些数据你是很难得知的 这也就是email marketing的优势所在 你可以通过后台的数据去看到 哪一类的内容 哪一类的产品或者服务 是大家比较关注 比较喜欢的 哪一类呢 又是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 那比如我帮助这家企业做email marketing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的数据可以看到 这一封邮件呢 共发到了7571个客户的邮箱里面 那么有43.8%的客人 即3316人打开了这封邮件 共点击了邮件里面的链接97次 当然了还有127人退订 那么如果我们点开这个subscriber activity 我们可以排序看到 有的客人打开同一封邮件21次 我们还可以看到 他都是在什么时间打开了这封邮件 或者呢 有的客人点击了邮件里的链接 多达27次 都点击了哪些链接 分别是什么时间 已发邮件当中呢 也可以显示出来 每个链接点击的比例和数量 那通过以上的这些数据呢 都是指导企业后面行为的重要依据 比如说哪些产品和服务 更受大家欢迎 大家更加关注 哪些呢 可能大家不是很感兴趣 哪些客人是对产品或者服务感兴趣的 点了很多次 看了很多遍 第三呢 众所周知 一般的货客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在澳洲这样一个人口 属于比较少的国家 所以与老客户的互动和相互沟通 进展免性 在澳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以帮助你获得二次 甚至更多的转化 那通过email marketing 你可以更好的判断 哪些客人是相对比较优质的客人 比如说上一点钟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客人 打给你的邮件数量比较多 点击里面那样链接的次数比较多 那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跟他聊一聊最近的需求 或者给你的企业一些建议等等 这些往往成功率都会非常高 也会经常带给你一些惊喜的 第四email marketing 帮助你的品牌能够建立更好的认可度 比如说你可以在邮件当中放上你的网站 放上你的social media频道 放上booking的链接 还有加入会员 还有你网站的blog 这些链接你都可以放在邮件当中去发出去 这些可以帮助你把你所有的渠道 媒体媒介都可以有效的传在一起 相互的去转化并且提高你网站的ICU 也就是说Google的排名 第五呢 使用email marketing 其实它的费用是非常低的 有很多针对EDM专门的这样的工具和软件 你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数量 还有说你发送频率来判断哪些是适合你的 比如说你有1万个客户的名单 1万个邮箱地址 每个月你大概发4到5次吧 那这样每个月下来的费用 其实也就是几十到100澳币就可以搞定了 最后总结呢 我在为澳洲的几家企业在做email marketing 都产生了非常好的转化效果 如果你也是在澳洲的企业 那我建议你一定也要去用一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